接下來是一個結婚消息 六港公會黨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十個十號 推出台灣肉條學會會完連電 現場電視了55件的肉條作品 《伊水虎號》開車的概念作為創作主題 作品是非常豐富 邀請鄉親作會來到公會黨 來分享肉條結束家的得完創作修法 台灣肉條學會創花20年 先往來自台灣國內創作者 以提供發展台灣肉條結束為重置 透過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 發展出台灣的肉條結束 提升肉條結束創作 便車努力推動到油炸金 進入片鄉航風來加肉條紀念 便車將肉條紀念跟文化創意連結 進行到面向推電的推廣 出現肉條三角的發展 今年剛好時協會創花29年 有更剛才60年一次的水火年 這次的電視特別以水火和火車概念 作為電視主題 布地出台灣肉條孫環修佳一雙 這次台灣木雕協會來到 鹿港公會堂舉辦2022年的 這個出發水湖號的會員展 那展出因為今年剛好是 整個流年排列 剛好到水湖年這個年齡 所以剛好也適逢台灣木雕協會20週年 然後來到這個鹿港公會堂舉辦會員的連戰 那今天特別也帶來了屬於府年的意象的展覽 所以許多現場的作品會有老虎的形象出現 但像這件事我們市政府理事長的代表作品 它代表的是有招財意味的老虎 那除了傳統的老虎造型雕刻以外 它特別把虎的身體上面用平面式的雕刻現雕方式 雕出了傳統的一些紀錄的一式 包括龍蝦還有一些拉椒膳等的這些元素 然後結合在它的創作上 那特別下面也形成一個大的招財元寶 充滿了招財的喜氣 祝大家在新的今年的府年能夠財運往往到 電腦表示 六甲是台灣鑑鑑非常重要的所在 外條新上條件 社家店店傳統出鑑鑑非常發展 更有政策、社間鑑、傳統白條 早發技術頂的四位台書記賣人甘國保 可以說是間鑑鑑之鄉 這次的台灣白條學會會完臉電 創作作品很多 記者也非常好 歡迎鄉親由客和國際藝術愛喝酒 前來講會等參觀欣賞 來自典美麗的世界鄉原 從9月14日到10月10日 由台灣幕僚協會 由民事理事長 帶領所謂會員的延展 可以說現場的作品 真的是 退城、入化、回補神 值得我們讚嘆 尤其今天的作品有50多件 可以說這是新一輩的木雕的創作 可以展現我們年輕一輩 對木雕的熱愛 還有一些創作 來自於他們自己的一個巧思 他們都是來自我們全國各地的會員 在我們各地來做一個這個創作 能夠融入地方的一個精神 還有他們自己這個創作的意義 真的我們六甲也是這個工藝之鄉 我們等於我們處於四位能間國寶 包括我們的錫雕 還有木雕 還有鑿花 還有傳統的木雕 可以說這才是我們六甲的一個特性 也抑鬱了很多新一輩的工藝大師 可以讓我們給朋友來到六甲 可以來到我們公會人做一個參訪 這次的臺灣馬丁客戶回完冷殿 電気到十多十個 有現場的民眾可以把八個時間 前往六甲公會回來上市的欣賞 新鳥華新聞創人簽六甲 蔡宏博德 reached 1-2-3-6-14-23的 鬜 4-2-22的 寶 4-5-15 他不會補充 你呢